唐僧真正的徒弟其实有五位 除了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三位 还有两名凡人 当年唐僧从长安城出发 前往西天取经 临行前李世民吩咐道 朕有一个紫金钵鱼 送你图中画斋而用 再寻两个长行的从者 与你做个徒弟 也就是说 唐僧一开始就带着两名凡人徒弟 他们才是大师兄与二师兄 然而纵观取经结束后 到底西天修成正果的 却只有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 小白龙五人 那剩下的两名徒弟又去了哪里呢 原著有提到 告别唐王后 唐僧三人行了数日 走到拱州 刚出大唐国界来到双叉岭 就遇到一头妖魔 两名徒弟一位为保护唐僧丢掉性命 另一位被魔王尹将军抓走了 后腹弯心 堕碎其尸 两名徒弟死后 太白金星才不仅不慢赶来相救 从这个举动不难看出来 两名徒弟必须要死 他们不死 唐僧怎知悉行的凶险 他们不死 又如何把猴猪杀三人 安插进取经团队 要怪就只能怪神仙无情 凡人没有背景 只能做七天取经的牺牲品